好,我們說 剛才講的已經暗示你了 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就是正逆反應速率相同 所以就表示有正反應也有逆反應 所以正逆反應仍然在進行中 很正常啊 A跟B變成C跟豬 你只要有AB就有機會變成C豬 你只要有C豬就有機會變成AB嘛 只要有有效碰撞就可以發生化學反應嘛 所以這叫做持續進行中 但是量不改變 因為我們左邊過來右邊過來是一樣多的嘛對不對 一千個A跟B變成C跟豬 一千個C跟豬變成A跟B 所以量不會增加 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因為在持續進行中 所以我們稱之為動態平衡 動態平衡,OK 所以重點達到平衡的時候 正逆反應出力仍然在進行之中 好,這裡有一位舉例 但是物理變化不是化學變化 意思一樣 這邊左手邊有兩個瓶水 一個開口一個風口 擺了一段時間之後 開口的水變少了 風口的水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左邊是開口的 所以水蒸氣會不斷的跑掉 不斷的蒸發不見 所以它不會達到平衡 右邊的是風口的 水蒸氣不會跑掉 所以在這裡面有人蒸發 有人凝結 蒸發跟凝結達到平衡量 就不再改變了 所以右手邊風口的是有平衡的 這個要封口 不封口就不會平衡 不會平衡 但是如果改成溶解跟沉澱 就不是了 好,我的一杯水 剛剛丟糖下去 有溶解有沉澱 溶解多沉澱少 就不斷的溶掉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已經過了 超過了,過量了 這個時候不再 外觀上看叫做不再溶解 跑進去裡面看是不斷的在溶解 不斷的在沉澱 但是溶解跟沉澱的量是一樣的 所以不再改變 不再改變 那就達到溶解跟沉澱達到平衡 這個要不要封口 不用 躺在那個水裡面 水就在那杯水 不會跑進跑出 這個不用封口就可以達到所謂的平衡 這就是所謂 對我一直叫做密閉 所以 我們的上面 的左邊沒有加蓋 上面左邊沒有加蓋 可是溶解跟沉澱可以平衡 上面的右邊加蓋了 還是可以平衡 可是底下蒸發跟凝結 不加蓋會不會平衡 不會 因為水蒸氣會不斷的 水蒸氣會不斷的跑掉 然後加蓋會不會平衡 可以 因為水蒸氣不會跑掉 不會不見 就密閉了 這就告訴你說 我要密閉才會平衡 但是密閉不見得要完全 密閉不見得要完全封口 只要他東西不會進出就可以 所以就是提示你 可力反應達到平衡的意思 叫做正力反應速率相同 要什麼條件 必須要定溫跟密閉 那什麼叫密閉 東西不會進出 不過就叫做所謂的密閉 就把這幾個重點記住就可以了